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真的人山人海 外面还大排长龙 是蛮让人震惊的 因为我不知道 我以为职丫波兰会这种活动 大概大家有兴趣的不多 可能我是太外行 然后在座有非常非常多年轻人 我目测大概都是25到30岁这样的人 最多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 整个世贸医馆会场集的水泄不通 我主讲的这个演讲 应该是当天系列演讲里面的第一场 它是选在中午的时间 我提早差不多40分钟到现场 外面已经有人在排队要入场了 简直是让我非常surprise 然后后来演讲很顺利结束了 然后因为刚刚好讲满40分钟 所以也没有机会做QA 然后我离开的时候 就被很多同学包围住 这些同学有一些是 本来就是我们大人学的听众 也有一些好像是听了演讲之后出来的 然后有更多人围住我跟我说 说Brian刚刚我们被主办单位拦住了 进不去现场 因为座位已经满 后来我才发现 确实有些同学进不来 然后就没有听到这场讲座 我回来之后 我们的信箱就好几封信 说他们没有听到这场演讲 问说是不是可以请Brian 在Podcast节目里面再讲一次 我觉得没有问题 深情难缺 反正这个演讲我准备了 只讲了一次也可惜 我就再讲一次 那这个演讲的题目叫做 想要年薪两百万 首选半导体 其次自媒体 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讲 讲在这个低薪时代 除非你可以进到半导体 那半导体产业是台湾最赚钱的产业 那你很容易获得一个 年薪两百万以上的高薪 不是难事 加上奖金 可是如果你是稳足的 或者是你没有能力 或者没有兴趣 进到半导体产业 难道我们就只能拿到低薪吗 其实不是 这边我想到了一个 也许是我们其他人 半导体产业以外的伙伴 一条出路 我认为解法是自媒体 是其中的一条出路 所以我就分享了一些 我个人的经验 这场演讲大概主要的题目 是在讲这个内容 好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场演讲讲了什么 首先为什么会提到年薪两百万 为什么不是三百万 或是一百五十万 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 我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看到了一篇报道 他在讲好像是PTT上吧 有一个讨论 就是有一个PTT上的网友说 他的小孩子 从学校拿回一张资料表 是老师叫家长填家庭的经济状况 这一栏 然后里面有四个条件 分别是你家庭是贫困 普通 小康还是富裕 我想大家小时候都填过这个表 我猜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是填小康吧 我也不例外 我以前也是填小康 然后我就想说填富裕 我们大部分人很明确知道 自己不是富裕阶层 那你说我们家很穷 普通好像又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填小康 可是这位网友说 他本来要填小康 就后来才发现 这个小朋友才跟他说 搬上家里是医生的 爸爸是上市公司高阶主管的 这种摆明家里很有钱 甚至有司机来接送的 这样的家庭 他们也填小康 然后于是这个网友就傻眼了 我们夫妻大概各自赚三四万 如果那样有钱的人是小康 那我们很显然应该不是小康 于是就提出了这个有趣的讨论 于是网友就众说纷纭 大家就在讨论 在台湾到底怎么样叫做小康 怎么样叫做小康 这个议题也蛮有趣的 我也想说对啊 我从小到达都填小康 那到底小康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呢 根据网友的讨论 就蛮有趣的 网友讨论是这样子的 既然它分成四个等份 把大家的精装四分分 所以我们就以各百分之二数好了 那清函普通小康富裕 这个没有根据 是网友大家一致的共识而已 清函就是你的十一住行 都感到很拮据 你连吃饭啊 住房子啊 有些时候房租都付不出来了 或是这个 甚至会到恶肚子 或是穿破烂衣服 没有钱买衣服的状况 这个我们就要清函 我想没有疑问 那接下来是普通 普通就是十一住行还OK 不会觉得拮据 可是娱乐 娱乐部分就很吃紧 小孩子要补习啊 或是要看场电影啊 或是要花钱订阅Netflix啊 哇这个可能没有钱 太紧了 这是普通 那接下来就讲到小康了 小康呢 一般网友认为啊 是一个家庭 如果还有小孩的话 就是这个家庭里面 小朋友要补习 大概没有问题 偶尔出国去玩 也都能负担 这个叫做小康 那富裕当然就很简单 就是十一住行 娱乐生活花费 都无需犹豫 需要什么就买 需要什么就买 这是富裕 我觉得这样分还蛮合理的 蛮合理的 这样大概四等份 然后重点是钱来了 这个网友说 如果在北部 我们就以台北 新北为主好了 要达到这四个等级 根据网友的建议 你的家庭年收要多少 清寒的话 大概是在北部的话 如果你家庭年收啊 不到七十万 可能就会觉得 连十一住行 都觉得压力很大很大 家庭年收七十万 如果父母 爸妈双薪的话 等于一个人的收入是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的话呢 除以十二嘛 大概是三万左右 所以我不确定 大家听听看 这个数字 真的是会导致你清寒吗 反正anyway 这是网友提的 再来普通 好普通 大概就是家庭年收 七十到一百五十万之间 讲到这里啊 家庭年收七十到一百五十万之间 可能有些听众已经达不到了 好达不到了 再来小康的话呢 就在北部 至少要年收一百五到三百万 哇 这个其实比想象中高很多 这个家庭年收三百万 我们以一个人上班来讲 我们就拿三百万好了 夫妻两个各自年收要一百五十万 等于是夫妻两个 每一个月的薪水 都要大概十万以上 这个其实已经是高薪了 好 不过呢 你仔细一想 我台网友也不是故意在 这个这个夸大 因为如果你在台北啊 营养一个到两个小朋友 小朋友要补习 要出国 你都看都不看 你就说好走 补习 出国补习费 交 确实耶 确实你可能真的家庭收入 要一两百万 至少 甚至要三百万 你才能毫无这个悬念 要补习就补习 好 所以也不能说这个数字是夸大 尤其在北部 那至于富裕就不用讲了 富裕你的家庭年收 至少三百万以上 之前网路上我也看过 我记得有个网友 他自己分享 他说他家庭的 跟他太太两个人的收入 是年收六百万 可是呢 他们除了出去外面吃饭 不太需要看价格之外 他们其实生活也是很朴实 甚至还没有买车 买的房子也是普通 在台北算是两千多万的房子而已 想想算算扣掉税 也差不多 也没有挣得到很富裕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数字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想结婚 对不对 假设你一个月赚十万 你一年赚一百二十万的话 你如果结婚了 你可能瞬间掉入了普通的阶级 可是如果你一个人 一年花一百二十万 其实是绝对小康以上 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你要换算成家庭 两个人一起用 你家庭年收入就 落在七十到一百五十万 你瞬间从小康降到了 普通家庭 对不对 所以突然间又解释了 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 如果一个年轻人薪水 只有五万块 五万块的话 一年十二个月 再六十几万 我们算七十万好了 如果他有七十万左右的收入 他一个人用 其实还蛮 还可以 还不错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他组成了家庭 假设另外一半又没有赚钱 家庭年收入七十万 刚好掉入了清函 贫穷些 所以这个大概也解释了 经济问题永远是主导 我们社会文化 甚至婚姻 生活方式一个很重要的变数 好 那我继续来讲 我又上网查了一些数据 这是网友的感觉 感受 那我查了一些 比较客观的数据 那台湾 应该这个数据 应该是2023年的 现在是2024 2023年 台湾 这个应该是 行政院处计处的数据 台湾家庭年收入的 中位数是96万 请注意一下 这不是平均 这是中位数 中位数我讲一下 就是台湾家庭年收入 最高的人 一直排到最低的人 我们照数字排排站 刚好在一半的 排名正中间的人 是拿到96万 那这个96万 就是如果你的家庭年收入 超过96万 表示你是前50%的人 如果你家庭年收入 少于96万 你是后50% 好 大概是96万左右 然后另外 我又查到一个数字 这个好像是 什么什么 联合国金合会 还什么的 经济合作 暨发展组织 OECD 的标准 他们认为 世界各国 所谓的中产阶级 好 中产阶级的收入 要在刚刚讲的那个中位数 的75%到200%之间的家庭年收入 你才能称自己为中产阶级 所以我们刚刚拿台湾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 96万来算一下 它最低 也就是中位数的75%是67万的年收 如果是200%是192万年收 所以你在台湾一个家庭 如果要自称为中产阶级 大概是家庭年收要67到192万之间 好 你才能到中产阶级 如果低于67万 其实不能算中产了 已经算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家庭 好 那如果你家庭年收超过200 大概是偏富裕 它是一个更宽松的一个条件 所以基于这样子 基于这样子 假设我们一个男生结婚 或是一个女生结婚 不一定另外一半赚的会跟他一样多 对不对 所以我的看法是 如果你将来结婚之后 你要稳稳的做到中产阶级的顶 也就是所谓的小康 比较稳 因为我们一生中有些时候会被降薪 或是中间会离职 找工作没有收入 所以我认为一个保守的估算 最好一个人 最好一个人要能年薪200万 我觉得他这辈子生活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你要组成家庭 你的另外一半有更多的贡献收入 甚至会帮你拉到中产阶级上 如果你另外一半也许没有上班 你有200万 你大概还是能维持你这个家庭在中产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题目说 我觉得在台湾应该把自己的年薪 个人年薪设到200万 是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有余裕 这样的一条底线 只是底线而有 可是你放眼望去 在台湾年薪200万的人 真的很少很少 就算40岁的人 我觉得要能达到年薪200万的上班族 其实不多 几乎都在科技业都在半导体了 那这就引来一个问题 难道我不进台积电 不进联电 不进联发科 我就应该要调到中产阶级以下吗 或是很勉强的维持吗 对不对 当然我们要想办法 吃得找出一道出路 好找出一道出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有一个报道 我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 就是应该是安联集团 他发表了一个全球财富报告 结果呢 这个财富报告把大家台湾人都吓傻了 台湾居然是全球 整个地球上第五个富有的国家 台湾人的人均净资产达到483万元 在亚洲只输新加坡 我们甚至胜过日本跟韩国 这是怎么回事 这跟我们平常 台湾的低薪状况感觉不符啊 人均净资产480万 就是扣掉所有的贷款啊 房贷车贷这些东西 剩下的钱哦 好居然483万就排到全世界第五了 富有国家 所以这个就觉得很冲突啊 怎么会这样子 好那我再给大家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可能不是最新的 这是我在寻找天赋与热情的系统化做法演讲里面 我统计的数据 好那我最近更新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刚刚主技处讲到年薪的中位数嘛 那我们来看台湾人年薪的平均是什么 平均是70.3万 好中位数是96万 平均是70.3万 然后呢 假设我们多数台湾人的一生 我们就用平均值来做代表好了 台湾人平均年薪70.3万 那假设我们工作40年 从25岁一直工作到65岁 所以总共大概赚2800万嘛 好70乘以402800万 可是金周刊之前有一个报导 他说啊 台湾一个人个人从出生到登出 总共会花费3260万的总开支 一辈子赚2800万 可是却要开支3200万 所以等于大部分的人活了一辈子 是你赚到的钱是不能支付自己的开支的 好 是亏损的人生 好 那摩根头信这个机构呢 也做过一个调查 他说台湾人的退休的时候的平均存款 竟然只有269万 而且有七成的人不足500万 好 就是大部分人退休 其实连500万都没有 那我最近为了这个演讲 我又去查了一个比较新的报告 应该是2023年 他说台湾人50岁 50还是51 大部分的平均存款 好像只有400多万 可是台湾人其实算是早退休的 台湾人平均退休年龄 我记得没错的话 好像是50多而已 所以这个数据是差不多 大概在同一个数量级了 没有太大的落差 也就是大部分人退休的时候 是500万不到 就准备迎接他退休生活 那台湾人又活得长嘛 平均年龄男生都破80了嘛 我记得没错的话 所以50岁退休 你要用500万来支付 哇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加上过程中 你还不能投资失败哦 你还不能遇到太高的通货膨胀哦 对不对 好 那讲到这些数据 都让人很心灰意冷 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 这时候有同学呢 我记得在课堂上有同学说 老师 你这些数据 第一个是平均值 你怎么能用平均值来乘40年呢 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薪水低 可是年纪大的薪水会高啊 好 所以这样子有点太低估了 好 那我就告诉你最后的重磅一击 这是中研院曾经做过的一个研究 当时我记得还蛮多什么 商业杂志在报道 中研院有一个研究报告 有人把它称作崩世代 崩就是崩解的崩 崩坏坏的崩 这个崩世代的研究告诉我们 1977年后出生的人 大概今天是46岁吧 也就是你如果46岁以下的 你是46岁以下上班族 你这辈子最高的薪水 会出现在你30岁左右 意思也就是说 你30岁的时候 如果你年薪有70万 你可能很难预期40岁50岁 薪水会比这个更高 甚至我还看过他这份paper 里面真的画出一个图 真的很惨耶 1977年后出生的这个世代 几乎他的那个曲线啊 是一个倒的微笑曲线 20岁25岁薪水越来越高 到了30、31薪水达到最高 然后40岁、50岁薪水整个直接下来 搞不好这也说明了 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存款 在退休前存款不到500万的原因 好 我们都对未来有个美好的期待 我现在薪水很低啊 我以后会更高啊 可是其实这个研究直接打脸了我们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退休 第二个 为什么大家薪水那么低 退休的存款又那么少 可是我们竟然在全世界还名列前茅 好 这个就是国父讲的 经济的问题啊 不是在换寡 而是在换不均啊 我相信这些数据都是有道理的 只是呢 它背后的原因是 财富集中在少数人身上 我想这个也不用我来分析了 好 比我更厉害的经济学家早就分析过了 不是换寡 而是换不均啊 就像是我也可以跟大家讲 我跟黄仁勋两个人平均资产 超过全台湾所有的人 对不对 可是这样讲有意义吗 好我跟黄仁勋平均起来 是台湾首富 这不能这样算 对不对 因为黄仁勋赚多少钱 我赚多少钱 对不对 好主要数字都是他来 同样的 台湾人看起来很富裕 可是是因为可能跟高科技 高收入的人平均之后的结果 好那问题来了 这场演讲 当然要谈谈可能的一个策略 今天你是文组的 除非你是念财经念法律 也许你薪水比较高 或是你进入了类似金元代工 这样的一个领域 担任一个偏行政支援的角色 好我很少看到有文组的 有机会去里面当工程师 不多 软体maybe有可能 大部分是不多的 那我们是文组的 或者是像我 我是理工科的 我曾经也有机会进到台积电 因为我当时帮台积电 做顾问辅导 等于是有一年的时间 几乎每个礼拜 要去个两三天 在台积电跟他们的人一起工作 那我在里面 觉得这是一家非常非常棒的公司 所以我赶快就告诉我身边的人 要买台积电的股票 可是我自己没有要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里面工作的这个调性 跟我的个性比较不合 这个我觉得我在里面 不会表现得很好 所以我没有进台积电 可是这个 我当年如果进台积电 现在应该早就可以退休了吧 股票加上薪水 对不对 可是没办法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而且我念的是土木工程系 台积电需不需要土木的人 也需要 可是大概主要是做建厂吧 相关的 那也不是我真的很想做的事情 OK 所以就没有进去 那像我们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 难道这辈子就跟200万年薪无缘吗 接下来呢 我想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经验 好 我跟Joe呢 其实呢 算是没有进到科技业的人 我们帮科技业服务 做了很多服务 可是我们自己不是科技业的上班族 我们选择了创业 这个创业的故事 之前在别的技术有讲过 我今天就是稍微带到一些重点 我会把我们的创业过程中 跟自媒体有关的一些走转 我会在这个演讲里面 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我后来回顾 我们创业 其实除了第一个 我觉得运气很好之外 我们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而且遇到了非常非常多人 就是直接伸手帮助我们 还有一些我们的学员 对我们这个做的事业 非常非常支持 这个我想来想去 真的就是 只能说运气好 这是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要素 这不是谦虚 是真的 我们过去好多好多的决定 其实真的都是用猜的 结果猜对了不少 真的是运气 第二个 我觉得就是我们 赶上了自媒体的风潮 那我也认为 自媒体这件事情 或许可以帮助大部分的个人 也许可以让自己 往年薪两百万的 这条路上更进一步 我先来讲一下 我跟Joe呢 我们是2007年 离开了上班族的生活 开始创业的 那之前也提过嘛 我们当时是同事 在一家顾问公司 我们本来没有要创业 是因为公司要转型 它要去变成软体公司 那我们不想要走软体 所以我们就只好离职了 离职之后 我们也想说 趁年轻嘛 创业看看 可是一创业啊 就直接被打脸 没有客户 当时我才30多一点 就还不到30 那没有客户找我们这个小屁孩 来做这个上市公司的顾问辅导 或流程改善 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案子啊 怎么办呢 我们当时为了养活自己 为了付房租嘛 我们就有朋友帮忙 引荐我们去补习班 教这个当时很流行的 P&P 专案管理师的证照 我们就去上课 就赚这个上课的终点费 那其实不错 当时其实已经比上班的薪水要多了 可是这不是我们创业的初衷嘛 我们不是来当补习班老师的 对不对 所以后来就很困扰 开了公司 却没有案子 就后来刚好机缘巧合 运气很不错 所以我说真的是运气 分别有朋友跟同学 介绍我们两个案子 一个是去美国 做纽约书环保署的顾问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在台湾 帮一家做文创的集团 那后来我跟舅舅讲好 舅留在台湾 帮助这个客户 我跑到了美国 那到美国之后呢 其实讲白一点 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有成立公司 可是我们的生活 更像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只是我们去客户的公司 朝九晚五而已 那只是我们拿薪水 我们是会开发票 其实基本上就是朝九晚五 也是要跟客户一起开会 跟他们员工一起上班 一起赶地铁 一样赶接运 那什么时候遇到了转机呢 大概是 就是2007年 一开始是旧 因为我在美国就在台湾 我们开始帮客户做辅导 我们接触了很多东西 很多管理的东西 然后我们另外也发现 我们的客户啊 都不太懂专案管理 那要推动专案管理的制度 就很困难啊 于是旧就说 哎 不然我们来写一个部落格 反正我们对专案管理 有很多的学习嘛 就当做学习的笔记 然后这些学习笔记呢 也可以写给我们的客户看 给他们一点 专案管理的知识 然后尽量写得越生活化越好 所以2007年 专案管理生活思维 这个部落格就成立了 那我觉得就这个点子很棒啊 我也就尽量一起 加入 共襄盛举 那我在美国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大开眼界 我就把它写成文章 那这个部落格啊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收费 我们就觉得说 第一个是给客户看 等于是当做一个教材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自己也做一个记录 当做学习笔记 结果写着写着 一开始没人看 我在演讲的时候 还跟同学讲 一开始啊 大概每一篇我的文章 大概都只有四个点阅 一个点阅是我 一个点阅是旧 第三个点阅是我妈 第四个点阅呢 是谁呢 嘿嘿 是我的另外一个账号 所以很惨 好 就没有什么人看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本来也就不是要当网红嘛 当部落格嘛 我就是当笔记 结果很有趣的是写着写着 大概写了半年吧 慢慢开始流量上来了 而且很多的在台湾做专案经理 很厉害的一些人 开始也来跟我们交流互动 然后就有人建议我们应该要开课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 所以这时候我认为啦 我们的创业 其实可能是在这个moment 才真正开始的 因为之前虽然登记了公司 也有接到案子 可是那个还是上班族的生活 真正以我们自己的知识 以我们自己的品牌 来接触到受众 好 稍微让大家知道我们 甚至有人还主动觉得 你们应该开课 而且我们愿意付钱 好 这是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激励 所以这个激励 其实是来自于 专案管理生活思维这个部落格 而且一开始我们并不是直接透过他的盈利 好 所以我才说 也许自媒体是我们这样的人 一个机会 让你可以直接 这个叫去中心化嘛 现在流行讲这个 呃 我们以前都必须得在一家公司 老板业务去接案 然后我们在背后提供服务 我们本身是不一定接触客户的 客户买的也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品牌 不是我们个人员工的价值 可是从写了部落格之后 我第一次感受到 哦 原来我是有人指证我这个人的价值 而不是透过我的公司来发薪水给我 而是直接想买我的知识 想买我的课程 想买我的服务 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激励 好 所以我也是觉得 呃 也许自媒体 是一条大家出路的原因 如果你真的是有才华 有能力 有分享欲 你应该来试着 让大家看看 知道你是谁 好 那后来继续呢 到了2015年 我们又做了一个走转 2015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当时我们在写部落格的时候 我们写的就是专案管理 可是写着写着 我们从后台数据啊 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就是这些点阅最高的文章 反而都不是讲专案管理的 都是讲职场啊 生涯规划啊 讲沟通啊 甚至讲两性啊 人际关系这些议题 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写这些议题呢 其实也是想把专案管理带进去 我们用专案管理的概念来谈 呃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跟异性很好的相处啊 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涯当专案管理来经营啊 这些东西 结果写着写着反而是这些议题 很受欢迎 然后呢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个独友 他写信给我们 我们那时候有办网剧嘛 就亲自认识了一些啊 真实的独友啊 这个面对面接触 然后就有一个独友跟我们讲的一件事 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Brian 就你们这个专案管理的部落格写的真是好 我觉得好棒 我受到很多启发 然后我就介绍给我的老板看 结果呢 我老板有一天就打开了这个部落格 就跑来质问他 说这个部落格打开第一篇 是在谈 呃 怎么样跟女生这个暧昧 跟女生相处 他说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部落格 然后 我们就真的笑到不行 又觉得很尴尬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部落格很杂嘛 谈的主轴是专案管理 可是偶尔会谈到一些 怎么用专案管理的思维来建立两性关系 那刚好好死不死 那个那一天 部落格的第一篇就是那个 然后刚好他的老板看到 然后就搞得大家很尴尬 然后我跟舅舅在想 哎呀 好像该做一下分流了 所以我们就在2015年呢 那时候累计文章也很多了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另外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就决定把专案管理生活思维 只保留管理的文章 那对于个人 比如说像是一些生涯规划啦 职涯啦 人际关系啦 这些比较个人议题的文章 我们就分离出来 那当时就遇到一个问题要取名字啊 然后我跟舅舅想了好多好多名字 最后决定了用大人学 因为这些知识就是成熟大人 这个应该要知道才能融入社会嘛 可是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人教 于是导致我们跌跌撞撞碰壁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背后的句 大人学网站是在2015年成立的 所以大家知道的大人学这个品牌 其实是我们在成立公司多年之后 才成立了这个品牌 成立了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 果然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 我们很多同学就很喜欢看大人学 而且主要是大人学这个品牌 分离出来之后 吸引了很多很多新的受众 这群受众呢 他们可能平常不是管理者 所以他们不太看专案管理 跟经营管理的文章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遇到人生的一些挑战嘛 大人学的网站就很对他们的位 所以流量就整个升上去非常非常多 一下就超越了原本的部落格 然后我们就顺理成章的 开了一些新的课程 所以直到这一天 这是大人学一个很重要的走转 我们从一个专门给企业 做管理顾问服务的公司 在2015年开始 我们走转成一个 针对社会大众 尤其是25到35以上的上班族 提供教育训练这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从赌B变成赌C 从顾问服务 企业服务 转变成教育训练 个人的需求 这是一个很大的走转 其实你仔细看这走转怎么来的 又是自媒体 就是这个部落格造成的 并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开一家公司 甚至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当讲师 我们其实就是顺着我们 支持我们的受众 他们要什么 觉得我们哪里帮得上忙 我们就提出这个support 然后他们就回报以这个 合理的金钱的收益 我们就活下来了 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2015年 我们就正式了变成一个教学机构 当然原来的业务 我们都还是 到今天都还有保存 我们还是帮很多很多企业 做一些课程上的规划 可是我们其实那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主力业务 有了主力业务之后 我们后来又慢慢发现 就开始有一些同学说 我就问说你们是怎么看到大人学的 他们就说 是他的朋友介绍的 他的同事介绍的 或是他的同学介绍的 才知道我们 然后就有同学说 你们都不打广告 如果不是我朋友刚好介绍 根本就没人知道 你们这里有这么有干货的内容 你们应该打个广告 还有你们这个课程 幸好都是什么 我姐姐来上过 她强力推荐 然后我一开始还觉得 这家公司在网络上 好像都查不太到 都没有看到你们的广告 是不是什么奇怪的单位 幸好上来 还觉得你们真的不错 她说你们都不打广告的 这样不行 好几个 好几个同学都这样问我们 然后我们就在想 既然大家喜欢我们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更大的宣传呢 因为部落格 基本上写完就放在那里 所以也没什么宣传 所以2018年 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现在在听的这个podcast 基本上呢 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做宣传 那当时呢 有一天我在家里 这个故事我讲过了 有一天我在家里 我就突然想到 很多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问我们一些问题 我跟舅都回答了 可是回答完之后 同学说 谢谢老师 他就走了 然后我觉得好可惜 我们这一段对话 虽然只有几分钟 可是这些对话 如果可以让其他人也听到 说不定可以解决大家职场啊 人际关系的问题 只是我们聊完就结束了 那我能不能把这些问题存起来 第一个 让更多人听到 第二个 如果有一些同学 有同样的问题 我可以请他去听这一集即可 好 于是呢 在2018年呢 我就做了一个尝试 好我们就做了一个尝试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 就常常听到 老美都在听podcast 那时候台湾还没什么人 在做podcast 然后我就拿了我的iPhone 录了一集 好我还记得第一集是讲这个 教大家怎么考试 为什么会第一集讲这个呢 是因为刚好那一天 上专案管理课 有同学问我这个问题 就聊到了 我就跟他分享 我以前成绩很烂 后来算是成绩进步很多 我发现读书跟考试 是有技巧的 好我就第一集就讲了这个 然后我就想说 录个十集二十集吧 没人听也没关系 反正这就是当成一个笔记 你看这跟我当时 我们写部落格概念是一样 结果没想到 这次的podcast 这真的是运气好 你如果有印象的话 podcast大概是2019年 那时候遇到疫情 突然间就爆红 哇一大堆人进来 就我们刚刚好 我们不早不晚 我们就是比大家早个三四个月 我们开始录podcast 而且累积了很多奇数 所以我们一下就被推到 Apple Podcast的前十名 一直到今天 因为我们都是教育类常驻第一名 然后综合排名 大概大部分都有前二十 好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运气很好 我只能说上帝眷顾 加上大家的支持 那这个podcast的力量 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 podcast可以盈利 好 那是后来才发现可以盈利 那这个podcast呢 就让更多更多人认识我们 而且整个族群就扩散了很多 好 扩散到很远 因为很多人他比较少看部落格 嘛 可是他会听影音 好 他喜欢听 然后加上很多上班族 他可能是早晚通勤的时间 才有机会花个三十分钟 听一个一集 所以就打中了这个族群 好 所以这又是自媒体 好 帮我们像火箭一样 帮我们打了一记强心针 然后呢 接下来就2019年就遇到疫情了 我们公司大部分的营收 都是来自于实体课程 疫情一来 天啊 实体课程直接营收归零 那怎么办呢 正好是因为我们有podcast的经验 我们就来做音频课程 至于为什么我们不做视频 其实我们最早是有研究过的 好 讲视频 又有人要骂说什么大陆用语 对不对 影片课程 好 video的课程 那我们后来因为做了一年多的podcast 我们其实有抓到一些重点 好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好 不是卖关子 是这个要讲讲太远了 我们后来决定做音频课程 这是其实是经过一个分析得到的结果 也感谢podcast的经验 我们做音频课程 结果呢 在这几年我们就做了很多很多音频课 那这个音频课 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成功的 也是非常成功的 这都要感谢当时的自媒体 好 所以让我们在疫情这几年可以活下来 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没有减薪 也没有裁员 也没有撤掉办公室 我们基本上撑过去了 好 用原来的规模 硬撑过去 都要感谢当时 2019 我们做了音频的线上课 好 那做了音频线上课之后呢 下一个轴转 其实就是现在 我们从这样一路走过来 一直到2024年 我们其实觉得 像我跟舅 我们是工程师后来做顾问嘛 我们以前也搞不懂 为什么有人要做媒体 可是一直到2024年 我们才终于领悟过来 原来媒体是有力量的 尤其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自媒体 它的门槛非常的低 以前要做媒体 你必须得成立一个报社 你得成立一个电视台 你得办一个杂志 对不对 可是什么叫做自媒体 就是去中心化嘛 现在有网络了 你想要开一个电视台 很简单 YouTube 对不对 你想要开一个广播电台 Podcast 你想要有一个杂志 你可以用IG 用这个 或是什么方格子 好 你就可以自己写专栏了 对不对 所以自媒体 其实就是媒体 媒体有多大的力量 自媒体就有多大的力量 只是自媒体 它把中间的一些门槛 把成本降低了 好 所以在了2024年 这就是为什么 有同学问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做数位游牧这个频道 那数位游牧这个频道 其实我们是想尝试 好 把它做成一个纯的媒体 所以数位游牧呢 我们不会开课程 它就是一个纯粹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 好 你想要获得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朝九晚五 一直从年轻做到退休 这样的生活轨迹 如果你期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数位游牧很多人想到是出国工作了 倒不一定是出国工作 只是说我们想要从工作跟生活中 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想要探讨这部分的内容 所以就做了一个数位游牧的平台 那数位游牧平台今年才成立嘛 还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可是呢 它有没有赚钱 有没有盈利 至少我们在前期不是很care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媒体 它就是要发挥影响力 有了影响力 自然而然它会带来经济的回报 所以今年的一个轴转就是 我们终于从工程师的质押变成顾问的质押 顾问的质押变成教育者的质押 教育者的质押今年我们想要成为媒体人 至于会不会成功 好 当然我希望它能成功 可是我更在意的是能不能从过程中学到东西 所以这一路的走转 很抱歉 我没办法公布我们公司的财务状况给大家 可是我只能说 我们今天这个能往小康 更进一步迈进 其实都是靠这些自媒体带来的价值 这些价值来自于我们愿意分享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也获得了我们受众的肯定 这些受众也许不是台湾主流的人群 可是呢 他们很支持我们 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也给我们一些引导 然后我们也尽力地服务他们 给他们想要的资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好 那我也在演讲里面跟大家讲了一下 2024年我们公司 就是大人学发展的状况 包含数位有目 我们现在团队规模到2024为止 员工人数有30位 我刚刚算了一下好像有31 因为有些新人加入 我们总共合作的讲师 讲者目前超过162位 那今天的规模呢 我们已经有线上课程35门课 都是自己开发的 然后实体课程超过86门课 我是指开发的课程 还不是跟老师合作的课程 再来企业客户 我们已经累计750家 然后每年呢 执行至少350个T4的企业培训 也就是几乎天天 全台湾天天都有企业在上我们的课程 那学员人数呢 我们草估这个线上加实体 每年会服务到2万人次的学员 个人 个人的用户 那企业的话 大概是快1万 目前应该是9600人次 结算到去年底为止 上我们的课 那Podcast的话 目前每集是有14万人收听 Apple教育率是第一名 YouTube的话 我们目前的订阅数是16.8万 IG的话12万粉丝 脸数26万追踪 那这些 如果拿来跟9man 爱丽莎莎 这些顶级的网红比 我们数字差远了 可是我只想告诉大家 这些数字 其实就够养活我们30个人了 就够养活我们30个人了 所以自媒体 它其实是有经济效益的 是有经济效益的 然后我们成立了Podcast 跟YouTube频道之后呢 像是也获得很多我们客户 企业客户的赞助跟支持 像是埃斯摩尔 戴尔电脑 美光 Lane Research 这些Lenovo 联想 艾普森 UCC Cafe AWS 就是Amazon LG 三星 大家看YouTube 一定会听到的Node VPN 都是我们的客户 Honeyware 接口支付 也很感谢这些客户 就是所谓的干爹 给我们的支持 所以呢 这就是一路走来 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跟大家聊了一下 自媒体 对我们的帮助 那最后呢 我也想讲一下 这个 很多人 还没有经历过自媒体的时候 对自媒体有些迷思 第一个 就是哎呀 现在市场已经饱和了 现在进来已经来不及了 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对 现在如果你想要成为 百万的YouTuber 其实比 九面当时进来 那个时候要更难 好 我记得老高跟九面 在他们的会员频道里 也都讲到这件事情 可是 什么叫做市场已经饱和 这看你怎么界定市场 好 如果你只是想要 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受众 让他们知道你的专业 好 你也借此了解他们的需求 其实你如果不是 直接从这个YouTube 或是从这些Podcast的频道上 获得分润的话 你不要把你的自媒体 就是想到平台分润 你不要这样想 好 所以其实也不存在 什么市场饱和的问题 好 因为自媒体 以我们来说 我们现在的主要的营收 完全没有 几乎没有考虑到 什么平台的分润 可是我们从我们的专业上 接触了客户 最后还是获得了 很好的效益 所以请不要这么思想 不要那么狭隘 觉得做自媒体 只有一个意义 就是获得平台分润 那如果你这样想 确实市场可能饱和 好 确实市场已经饱和了 可是如果你把它想成 是一个去中心化 直接接触受众 直接达到你的族群的 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还有 远远还有很多 你可以发挥的地方 第二个 大家的迷思就是 一定需要有明星魅力 才能当一个自媒体创作者 其实不一定 好 虽然现在短影片 风行 好 长得好看的人 也许会占便宜 可是你会看到 YouTube也好 短影片也好 其实 这样讲好像 有点不太礼貌 我不认为 好 我要怎么说比较好呢 就是 有魅力 绝对会为你加分 可是魅力有很多种 不一定说 你要长得好看 才是有魅力 你很有才华 你很有个人的特质 都是魅力 更何况 创作本身的内容 我就认为是更重要的 好 所以我反而觉得 真正的重点 不是说 哎呀 我不能上节目 那你不上节目 你可以录音啊 像我一样啊 你可以写文章啊 对不对 发文啊 你可以拍照片啊 总之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 你可以让大家认识你 像我有在follow IG上有一个叫雷玉成嘛 他就是在马路上 找陌生人拍照 哇 他现在也非常红 我周围所有人都知道他 他一开始我就有追踪 很害羞 这个很尴尬 而且还被很多人拒绝 结果你看他 他坐着坐着持续下来 我们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可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 找路人拍照 好 街头摄影 第一品牌吧 我不知道 对 所以他有很多的面向 好 不用去拘腻说 我一定要长得很好看 我要很会说话 我要很有明星脸 这个我觉得真的不是重点 再来呢 很多人觉得 我一定要这个领域的专家 我才有资格来讲 这个大可不必 其实我再度强调一下 自媒体就是你想要分享 你真心相信的事情即可 比如说你最近在研究投资理财 对 你可能不是 远远不是财经专家 可是你在学习投资理财的这条路上 你有很多的想法 愿意跟大家分享 那你就会吸引到很多 跟你在学习路上的人 跟你会有共鸣 会支持你 好 不用成为专家 才有资格 反而是你做了 你才有机会成为专家 好 这个概念也分享给大家 这是一个迷思啦 第四个迷思就是大家会说 哎呀 做自媒体变现越来越难 我得说啦 如果你一开始 目标就是放在钱 你真的很难把自媒体做好 我说真的 我刚刚也提过 我们一开始并不是为了钱 只是想要分享 我记得古阿默有一集 节目也是有 他的听众问他这个问题 他讲的答案跟我一模一样 我想英雄所见略同 因为自媒体它需要 一段时间的累积 而且它很需要个人的特色 如果你只是把它拿来赚钱 你最后就会发现 你想不到题材 你最后就发现 你不知道要讲什么 然后你就会陷入一个困境 然后你就觉得很痛苦 因为流量没有出来 劳心劳力 最后却没有得到结果 你就会放弃 就像是 从我们2018年 做Podcast以来 大概至少有20个人 问过我 做Podcast的诀窍 我说没什么诀窍啊 就是要开始 结果我教了他们一些诀窍 现在这20个人 好像几乎都没有继续做 因为 他们是看到Podcast很红 想要来分一杯羹 这种心态 很难让你撑到后幕 因为你就会怎么样 得失心很重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去思考变现 你就是 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想要分享 就这样子 你不需要是专家 你也不需要有明星魅力 你也不用担心 市场是不是饱和 你更不要去想变现 你就是觉得 这个东西我学到了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分享预示一切 分享预示一切 当你分享的过程中 就算没有流量 就算没有金钱回报 你从中也要能得到成就感 好 那金钱回报只是额外 这样才能让你撑下去 才能让你真正 找到你的主人 好不好 这大概就是我演讲 主要的内容 就是讲这些 那我最后引用了 马云说的一句话 这应该是马云说的吧 还是爱因斯坦 还是郭台铭呢 Anyway 这句话说的是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只不过啊 大部分人都死在了 明天晚上 其实这就是自媒体 它的残酷之处 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 那我还是强调 你要去思考 你的分享欲在什么地方 这才是重点 好 那最后呢 我在演讲最后 也给了大家一句 我很喜欢的广告词 我记得没错 这是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那个什么红茶的广告词吧 我觉得当初 写这个广告词的人 真的好厉害哦 文案高手 他说呢 不做啊 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做了会很不一样 这场演讲 等于是复刻版 希望大家从中 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